就在昨晚反股东进鞋队友直接将师傅晓星抓了 本就没打好的晓星决定先到N港发育一波 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看效果 没想到却被自己的徒弟打得跪在地上 顿时晓星那叫一个气 由于昨晚晓星手感不是太好 几次跳了地球基地都没有好的效果 于是晓星便决定先找到喷子 然后再杀回去 我这把我这把不跳过去 我直接去N港搜 昨晚装备再去打那个位置 此时再加上黑粉的起哄 晓星着实有点难受 你说谁真不行了 你够了 哪有打几把游戏就否认我不行的人 你真是强倒出门推呀你这种 晓星直接就跳了N港 队友则去了太阳基地 去去去去太阳基地 那沙发怎么去呀 我先走我先走 他 他稳定伤了 一落地晓星便迅速地缩了起来 此次目的是 捡到一锯一喷就立马走人 根本没有一点要搜下去的意思 来把锯来把喷的 差不多了 老天那个位置真的打腻了 那股像打得完 今天打得有点腻 有点 越打越腻 打不住操作了 然而附近很快就响起了枪声 686却迟迟没有出现 你把686找不着 话刚说完一把大局就事先出现了 一般在集装箱686是很好搜到的 可是这一场686却很难遇到 就差一把686了 我操 搜到我这一走 而686的迟迟不出现 让小星的第6感觉愈发强烈 小星发觉到了 自己再像这样搜下去的话 肯定会被别人偷袭 我感觉要被偷了 然而说实时那是快 一辆吉普从远处竟直开了过来 小星立马掐雷 准备给敌人来个一锅端大礼包 而敌人却没有将车停到小星跟前 而是停到一边 立马下车忙了过来 此时只有一把大局的小星 根本不可能与敌人近距离枪战 只能掐雷应付着敌人 而此时 一个帅气而又英勇的身姿 从小星脸上一闪而过 见此 小星也只能往里面撤去 然而敌人步步紧逼 致使小星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情急之下 小星迅速丢出一个燃烧瓶 阻挡敌人的进攻 然而 却被另一名敌人从侧面袭击 致使小星悲惨地倒在地上 小星以为穿黄上衣紫色裤的是粉丝 便愤怒地问对方 为什么要来抓他 你是真的 你穿这个黄上衣紫色裤 你还来打我 你真心 我给他说一盼一剧 你来打我 只见这名穿紫色裤的转身 就跳向一颗的木箱上面 蹲在那里俯视着小星 随后便开启全脉 我操 新哥你们看看啊 新哥我小东呀 你他妈给我滚 我操 你真的你穿着 你说你穿衣服 你不看不看我的吗 你追着打 你真是人才真的小东 咱说实话你这样做的话 你真招天天兄弟 真招天天 我不想跟你 我不想跟你哔哔哩啦啦 我那妈死了 这就退了 这个楼里刚才是有人的 他是真人才呀 那个人呢 你真能有个自救了呀 我这么跑 他还追着我打 难过的小星 万万没想到 自己在打游戏 打得不顺利之时 还被自己的徒弟踩了一脚 真是倒霉 他妈给倒霉开门了 大家都知道 一般穿红色裤子的 都少之又少 况且 作为徒弟的战神东 经常与师父小星一起打游戏 对此装扮 小冬即便不能确定 是师父小星 那也能猜出个一二三来 无奈小星 只得在徒弟与其队友的注视下 霸气的朝着队友的方向爬去 最终被活活的流血 流死了 事后 小星对徒弟的表现 也是直夸真行 小冬真行啊 小冬真的 真行 真他妈行啊 我看着他穿尺布的 滑着上衣服 我不管他是谁 他这样追着我打 我就感觉不对劲 他直接他妈冲我来的 没想到他妈是小冬啊 真没想到 谁是谁都可以 既然他妈是小 是小冬 我一把我就拿了把剧 我让说喷着 我不想打 知道吧 我想快点走 我真神经 连续发生这样的事情 说明什么 说明他妈小冬是真害我呀 搞东西他妈怎么的运 就怎么就这么巧呢 发现就这么刻我呀 你晓得 这小的更真刻我真的 平时没少没少在你们面前提他 有啥事都提他 这小的他妈真刻我呀 本来就没打好还怎么整 这一出 功德圆满了 所以算得上是功德圆满下波了 辛苦大家又陪伴了 小心一天啊 辛苦啊 不容易啊 多少次 想在没打好那瞬间 不打了 在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所以啊 提醒各位直播间的所有人 再坚持坚持 就过了 没有什么路 没有什么坎 是过不去的 大家呢 积极向上 充满正能量 不管任何事 自然有坚持的意义 好吧 OK 那就晚安吧 晚安 大家早点休息 国庆快乐 要开心 要快乐 开心是一天 不快乐也是一天 所以一定要开心的 过好每一天 懂了吗 开心呢 会让你的生命延长 会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好 抑郁 阴谋 会让你 自卑 会让你 敏感 会让你 难受 体质下降 生病 所以 该往什么方向走 你自己决定 好吧 晚安 给你的爱 吃饭 好 好 感谢观看